3月28日状况,当地早上8点多,奶爸和兽医姐姐来看鸭鸭了,看鸭鸭吃得认真也没有打扰鸭鸭,今天的阳光还不错,水池里没有绿头鸭,鸭鸭混各个地方吃竹子。 从这里看鸭鸭的皮肤病到处都是,据说外面有点热,鸭鸭到内馆来上班了,玩了闻竹子似乎不想吃,对比国内的熊猫宝宝们,鸭鸭没有更多的选择。 绕了一圈只能啃这些竹子,鸭鸭你乖乖的,先保证有的吃,家里有好多好吃的等着你,再次呼吁大家为鸭鸭保持热度,您们的点赞转发,保持热度让更多人刷到视频,从不知情到了解再到为鸭鸭发声,需要一个过程,希望更多的家人们为我们的孩子助力。 人多力量大,鸭鸭美香天天小奇迹,一定会被重视起来,我们可以的,家人们加油。 每次鸭鸭吃了小饼干后要喝水,喝水这个姿势至少要十分钟,喝水后拉了便便,继续吃竹子,换地方吃竹子。 第二次要倒小饼干,捡饼干渣渣渣,再喝水。 没有乐乐的鸭鸭很孤独,蒙上眼睛睡觉觉,梦里有乐乐吧,鸭鸭不想啃那老竹子,起时等饲养员。 听到动静的鸭鸭赶紧过来,看看饲养员手里的,迷你甘蔗,这小甘蔗有十厘米长吗? 结果迷你甘蔗的鸭鸭,钻在手心,小心翼翼地吃着,就给那么一小点,看着好心疼啊。 后来鸭鸭睡了一个多小时,今天鸭鸭下班早,北京时间早上6点17分就来收拾卫生了。 从这开始是两倍速播放鸭鸭吃迷你甘蔗,北京时间3月27日晚,到28日早上6点的鸭鸭,大致如此。 鸭鸭回家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近了,我们尽可能地保持热度,也为保护每乡天天小奇迹做准备。 今天就先到这里啦。 大家分工盯紧我们的宝贝们。